哈喽,我是阿杰 又欢迎回到我的数字易经单元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 PDP 人格特质分析 如果说你还没有看的人 赶快点击右上方的资讯卡连结 回去先看一下哦 上一集我们讲到老虎 以及猫头鹰这两个部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马上去对照一下 有没有符合啊 好,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讲的是 孔雀、五味熊以及变色龙哦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首先第一个说到的是孔雀 孔雀的特质呢 是热情洋溢 喜欢交朋友 善于人际关系的建立 嗯,然后他诚恳 然后热于表演性质 表演力强啦 那思考模式的跳跃 也会比较难以去掌握 那对应到的数字易经会是哪几类 对,那我大概的去想了一下 看了一下以后呢 大概猜出来会是禍汉 那禍汉他就是我们讲的口才好 但是好面子也比较爱面子 那五鬼型呢是属于特立独行 然后容易呢 与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很快的融入一个团体 那思想也会比较跳跃 难以捉摸 以及六煞 那六煞的外交能力呢是非常好的 也比较八面玲珑 我个人认为对照起来 会是比较适合相称的 好,那下一个我们来讲到的是 我们的吴卫雄特质 那吴卫雄呢在这个 PTP人格特质分析里面 他是 刑事稳健 不夸张 不兴风作浪 温和善良 擅长的是忍耐 需要长时间呢去挖掘他的潜力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来去对照到 数字液晶这个部分的话呢 他分别会是 生气 那生气呢他就是随遇而安 EQ也比较高 然后比较不容易与人计较 以及 第二个 辅慰的这种特性的人 他属于比较保守 被动不容易被说服 然后也不容易的轻易的相信别人 需要多花一点点心思 来取得他更多的信任 那第三个就是天一 天一就是属于没有心机 随性安逸 容易会成为一个让好人的部分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到的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辩色龙 他的人格特质的部分 就是呢在工作中他能够随时的 调整自己 然后去适应每一个职位 那具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能力 也就是综合了以上其他四种的一个特性 他都有一点点 所以他是属于什么?混合型的 那相对于数字易经里面呢 我们的类型就是属于 每一种挂项都有啊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的这个平均挂项 嗯,这是比较特别的辩色龙 好啦,以上呢就是数字易经对应到 PTP人格特质分析的推论 我觉得大概可能会是适合这几种啦 那也不代表全部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研究分析 那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上一集以后呢 有没有赶快去测验一下你到底是属于 PTP人格特质里面的哪一种人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你分别测出来是哪一种人 那各位会觉得阿杰我是哪一种性格的人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猜测喔 好啦,那这就是这一期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你有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喔 我是阿杰,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掰掰